大家好 小丽今天分享英语报刊示意 美国股物价格 出自The Economist的经济学人 美国中部的丰收潮已经快接近尾声 11月8日之前 超过90%的玉米和大豆已经完成收割 收割后的作物从手推车运到货车 再从货车运到仓库塔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一波的热潮 11月10日 美国农业部公布新的数据显示 美国玉米的出口将从今年9月开始的新市场营交年 达到创纪录的6730万吨 对于玉米和大豆的需求十分旺盛 使得美国股物的仓储水平将达到7年来新低 在美国农业部公布报告之后 当天股市收盘时 玉米和大豆的期货价格分别达到了 每英斗4.23美金和每英斗11.46美金 玉米的价格较8月初已经上涨了三分之一之多 而大豆的价格已经创四年来新高 两者仍有很高的上升空间 美国作物最近的价格飙升 其实和近年来农业产业所碰到的困难息息相关 这些困难包括 美国政府对可以掺在石油当中的 以存的量做了限制 特朗普又掀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 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 极大压制了关于石油方面的需求 因而也使得生物燃料受到波及 现在价格有所回升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前天气不好 这样一辆大的花会促使 美国一些农民干脆放弃耕种 直接拿政府的作物保险补贴 一家叫Aggresource的研究机构负责人 这样告诉我们 其他地区的农民 整个8月份则碰到了十分干旱的气候 比如美国中西部 在那个段时间就碰到了强风暴 有些时速达100英里 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农民 也碰到了十分糟糕的天气 黑海附近的农田通常非常肥沃 但今年玉米的产量也会有所下降 而乌克兰农业的产量 同比下滑将超过20%之多 与此同时 来自中国的需求十分旺盛 在今年1月份 特朗普和中国所签订的 贸易战第一协定当中 中方同意 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 额外购买2000亿美金的美国物资 其实就算是没有签署该协定 中国在股方面需求也将十分旺盛 中国现在正打算回暖其猪的数量 因为此前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 那就意味着像大豆等猪的饲料的需求 就会十分旺盛 此外 中国政府出于粮食安全考虑 也正在不断地回升粮食储备 美国农业部估计 中国在小米方面的进口 会达到25年来新高 总体在玉米和其他粗量方面的进口会创纪录 因此 美国玉米和大豆的出口价格 分别达到了每吨220美金和470美金 也就没什么让人意外的了 这个和一年来低迷的价格相比 分别上升了60%和50%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 因为中国可能会和美国新险出来的总统乔拜登 签署新的贸易协议 这就会减少其进口量 此外 花勤行一名叫Agashi Doshi的负责人指出 农业大宗商品的周期 要比金属等大宗商品要短得多 确实 跟种更多的豆子 要比挖新的铝矿要方便得多 此外 现在价格高走 会促使更多的农民进行更多的播种 再加上好的天气 会使得供给更加充沛 不过 价格仍然会在短期内持续走高 这个有利有弊 Doshi继续补充党 美国现在的需求正在从第二季度 流星关疫情导致的低谷中慢慢走出 此外 在巴西 最近的阿尔尼多现象 所导致的干旱天气 也会干扰巴西农民的播种 而中国和澳大利亚一言不合 就能禁止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农作物 俄罗斯政府则在考虑对小麦出口实行配额 考虑到今年有超过1亿人陷入贫困 这个配额让人深表担忧 联合国于10月份所公布的粮食价格指数显示 10月份已是连续第5个月 粮食价格指数有所上升 同比已经上升了6%之多 继续第5个月